各位好久不见 距离上一次的video podcast 我看一下 上一次的video podcast是6月26 就是 标题是我可能对摄影师去兴趣了 对那个已经是半年前的事情 然后我有跟各位稍微 跟进一下近况 大家不用担心 我已经找回了对摄影的热情 所以对 我还是会继续拍照继续拍影片给各位看 然后非常开心 我能继续对摄影这件事情 有非常大的兴趣 非常大的热情 那也希望各位能够在摄影这条路上 保持永远保持的热情 OK不要被现实社会 或者是可能有在接案的朋友 不要被这些工作所消磨 当然也许消磨掉一部分的热情 是无可厚非嘛 就难免的 但 祝你一直保持热情 OK 那现在已经12月份了 今天进年底了 对这2023年已经来到了尾声 哦我真的觉得时间过得好快 时间真的过得好快 我的印象还回来 还停留在我刚从杜拜回来 然后我开始拍 开始重新拍YouTube 然后没想到2022到2023年成长了这么这么多 然后在2023年 7-8月的时候达到10万订阅就是 这整年都非常的 非常的棒 你知道非常非常的棒 然后也有些许的低潮高潮低潮高潮就是各种东西 就是来来去去的对总之我对现在所发生的一切发生在我人生的一切事情都感到非常的感激 那跟各位更新一下情况 最近我人生中一件最大最大的事情呢就是我养狗了 没错 我养了一只狗 它叫小豆 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天外奇迹的那只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天外奇迹 那里面那只黄金链鱼呢就叫Dog 就是DUG 就是小豆 所以呢 这是我歌曲的名字 它把它叫小豆 我之前还在想到底要叫它什么名字 把它想了很多个名字 那它的关于我如何养 我为什么会是怎么去养这只狗 我之后会单独拍一部影片 就是一部很酷的影片给各位看 对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但因为我最近真的太忙 所以可能还做不出来 对我现在还有很多影片想法在进行 在我的脑子里面 但我最近真的太忙 所以没有办法 All right 对我养狗 然后我必须跟各位讲 刚带回 把小豆带回来那天呢 我整个压力非常非常大 就是我在车上我接过狗 然后把他带回家的那个 那个moment 其实我的 我觉得我压力非常非常大 因为你会 就是你会 发现 我觉得这个字 我想要讲realize 但是中文里面好像没有 惊觉还是 好 请各位原谅我要用realize 就是我才突然realize 他的生命 他的一生 是我要去负责的 就是我突然觉得我的压力很大 然后我需要去负责他整 他的一生 小豆的一生 他的狗生都是我要去负责 他的快乐 他的难过 我全部都要去 接受 然后当天晚上呢 就是他到我家 他就有点 怎么讲 怕生嘛 毕竟小狗 他才出生一个多月而已 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呢 因为我还没有帮他买狗笼 因为养他是一件非常唐突的事情 所以我完全没有准备好 然后我就把他带回来了 然后当天晚上我就把他带到我房间 然后我用箱子 帮他围一个小空间 让他在里面睡觉 然后他晚上的时候呢 就一直阴阴 就是一直哭 然后他 就可能 害怕嘛 因为很暗 然后他又来到一个新环境 就很很怕 然后 那时候我 好像顾他到凌晨两点 然后我睡觉 把他带一起睡 然后睡了睡了 他就开始阴 然后结果大概五点 我就醒来 两点到五点 我才睡三个小时 然后他就要开始阴 然后我就坐在地上陪他 然后他就趴在我的腿上 然后就 很安稳就睡着了 对 然后我就整个 完全没睡好 然后我隔天 其实又要马上上台北去工作 对 所以我就是 这是 I finally realize I finally realize like the responsibility on my shoulder like I gotta be responsible for its life its whole life 就是我必须负责他的一生 然后这件事情真的压力非常非常大 就是一个很 我那时候跟我妈讲 然后她就说 你知道你刚出生的时候 然后就是他们 她的心情就这样 所以在这里笑到出 所有的妈妈 你们真的很伟大 对 所以她现在已经两个月大了 然后非常调皮 她就是很很调皮的狗 然后希望她能快快长大 希望她能很健康快乐长大 对她现在已经会坐下 握手我还在教 so yeah 之后我 各位应该是会在影片里面看到小豆的出现 ok 好那最近稍微 可以来聊一下我在干啥 呃我最近十二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满 非常非常多事情 有跟有YouTube事情有自由接案事情 然后最近也蛮多跟Sony的合作 所以各位你们看到这部影片的时候应该 应该还没开始 所以各位还有机会去报名 就是二十几号好像有一个直播 三十号是一个在台中的大圆摆 所以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稍微查一下这类资讯 然后我呢最近刚从韩国回来 前天刚从韩国回来 我去了首尔跟釜山 然后 好稍微讲一下心得要喝口水 稍微讲一下心得 我总体来讲 蛮喜欢韩国的食物天气等等 蛮冷的真的蛮冷的 就在负 在首尔的时候在负二啊什么的 就是零下两度 零下三度等等的 大概都是零度左右 然后还去了釜山 但老实说首尔跟釜山的话 其实我比较喜欢釜山 因为首尔就是城市 但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城市 很international就是很很屌很 很适合观光的一个城市 然后食物也很好吃 然后路又很大条 然后真的我跟你讲 韩国真的都是人行道 然后我就想想 台湾到底在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韩国到处都是人行道 又大又干净的人行道 当然韩国不像日本那么干净 就是也会有很脏乱的地方 但他们至少人行道 都是很适合给行人去行走 然后那时候我刚从韩国回来 我回去台北的时候我就在路上走 走在骑楼 妈的全部都是摩托车 全部都停在那边 然后走人行道 也都是一堆车子 然后就是靠你很近 根本没有什么人行道可言 就很窄 然后我就觉得 哦干台湾真的是 那个华国美学 无论是街道人行道等等 啊对街景真的丑到 我真的已经讲过太多次了 这个就算了 所以然后韩国的话我觉得 我喜欢这个地方 但是怎么说 我觉得韩国有给人一种很很肉的感觉 你懂我意思吗 很肉就是很原始很粗犷的感觉 不知道是民族性还是怎么样 因为像我们其实 其实我个人认为是这样子 一个国家的文化 一个国家的氛围 一个国家的five 其实从他们食物就看出来 你看像是日本好了 他们食物有那种 握手丝 生鱼片 然后一些定食 就是很精致很小巧精致 然后又好吃 然后就是你从食物就看出来 日本整个民族性是比较偏 就优雅一点 大家都很有礼貌 然后就是那种 不会就是很很大声啊 然后很粗犷那种感觉 那韩国呢就是这种煎饼啊 就是那种大量的碳水 然后生牛肉塔塔 然后一堆就是很弱的感觉 各位知道那种泡菜啊 然后就是面食就是都是很很大很多 很粗犷这种感觉 所以对我觉得韩国给我一种很很弱的感觉 然后比起首尔我比较喜欢釜山 对因为釜山就是有点像高雄是一个那种海港城市 然后生活步调都慢慢的悠悠的 然后海很漂亮然后 但我比较不解一点是釜山人超少 就是游客有但是很少 然后很多店家都关起来 不知道是落寞还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然后导致很少人来 但我觉得釜山真的是一个蛮棒的地方 空气很精心 然后而且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在高纬度的地方的国家 他们的夕阳都非常非常漂亮 大家如果有看我IG的话 你可以看到打个歌 他们夕阳都非常漂亮 然后对总体来说 可是我应该一年之内不会想再去韩国 算他们食物好吃啦 但是总体来说我倒没有会像日本一样 想要一直去一直去 然后by the way我下礼拜又要去日本了 去东京去四天 对 我记得去年也是这个时候 大概这个区间的时候我也是在日本 我也是在东京去富士山 对 然后我在韩国的时候 我跟我女朋友李维一起去的嘛 然后我在韩国的时候我就跟她讲 因为那时候是平日 我们去了一个礼拜多 然后我就跟她讲 哇如果我今天是一个上班族的话 我绝对不可能做这种事情 就今年来讲我出国了五次还六次左右 今年一年我大概出国五次六次 就我没有想要跟各位催说什么 我就是有钱还怎么样 没有这机票其实真的不贵 一万块左右就真的不贵可以出国 你在台湾旅游你其实住宿交通吃饭 其实加一加也差不多的价钱 你干嘛不出国对吧 但我觉得身为自由建安以来 就是作为一个自由建安者以来 我觉得最让我满意的最最开心的地方 就是时间上我可以很弹性的自己去 想说我可能今天这个礼拜我都不想排工作 我就想要去某个地方散散心去清迈去日本去东京去韩国等等 我就可以自己排 对然后刚好我可能经济上也比较能负担一些这类型的花费等等的 出国等等的花费 所以也不是跟大家说上班族不好 就是我真的觉得能有自己的时间去控制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真的是一件很棒很棒的事情 所以如果各位真的也向往这类型 就是可以自己掌握自己时间生活的话 欢迎各位来自由建安 但是自由建真的不是一件 不是一个好走的路啦 就说实在话 然后呢我最近还有去非常多大学的演讲 因为应该现在是其中吧 所以蛮多那种社团啊大学啊公司行号等等 照我去演讲 然后我讲久了呢 我发现我自己其实 就不要大家可能可能觉得我都在上台教 然后一直在输出这些内容 然后 其实我必须跟各位讲 我在教学的时候 我在做这些演讲的时候 其实我自己也学到非常非常多东西 无论是在PPT的 更更新上面或是让它更好之外呢 其实也让我更对摄影去做了一些不一样的思考 对就是有时候我一开始在教的时候呢 我甚至连PPT都没有 我就是直接电脑打开插着投影 然后就开始放我的影片放我的IG 然后跟各位讲解照片哪什么东西的 但后来呢我开始做了 做了一个PPT 然后再后来呢我就开始会去 思考我教的这些东西 或者是说我拍的这些照片 对观看者来说存在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懂我意思吗 作品跟观看者之间的关系 就是我最近开始会去探讨探讨这样的事情 就是我觉得很酷的事情是 每一次的演讲 每一次的这种对谈 就是跟学生也好 跟任何人都好 跟任何对象都好 跟任何对象都好就是 很多 像上次好我讲一个 上次我去 那什么大学来着 台南啊成大 OK 然后 然后 有我讲 我讲完之后 有一个学生就过来问我说 因为我在上课的时候我讲到 摄影有分成记录跟创作两种 记录可能就是你去拍一些你生活中的瞬间 那种叫做记录 但创作呢可能是你去拍一些 比如说装法设计 然后打光 然后去运用一些不一样的元素 来营造出一个本来不存在的画面 那叫做创作 OK 然后呢那时候 我下课完之后 有一个学生就过来问我说 老师你觉得创作 属于摄影吗 创作类型的摄影 是摄影吗 然后我就想说 哦这个问题 OK 然后我就叫他继续深入讲 然后他说摄影 因为他觉得 他觉得摄影的本质是记录 是在记录下某一个瞬间 比如说你跟你朋友出去玩 你跟家人 你跟我家狗 任何的瞬间 你记录下那个瞬间 这才是摄影的本质 是记录 然后他解释跟我 他跟我解释说 比如说创作好 你找一个model拍一个 比如说时尚类的创作好了 他说他不认为那种东西是摄影 因为如果你用相机来拍 这种东西的话 那 那你跟画画有什么两样 对吧画画你也是在那边画出一个这样的画面 那你摄影跟画画不就本质上是一样的东西了吗 然后我听完之后我就思考一下 然后我就思考一下 我就跟他说你爽就好 没有啦我没有讲那么直白 我也没有讲那么简单 就是 不过当然 摄影这件事情 你要怎么去定义他的本质 那都是你的事情 对吧 你想要把它定义成 他就是拿来记录的东西 你如果不把它拿来 如果你拿来拿他来做记录以外的事情的话 那 你就 基本上你就是在画画 就是在做一些别的事情 那你就去画画就好了 我当他听到的时候我其实觉得 嗯多少有点道理 对吧 他们的 OK相机创造出来的本质是记录吗 其实我不这么认为 就是他只是个工具 对吧就像你拿刀子 他可以拿来煮菜 他也可以拿来杀人 那你说他的本质是什么 对吧 他没有一个真正存在的本质 那些本质都是人类去赋予他意义的 所以相机你要去怎么使用 你要去记录 你要去拍创作 都是你的事情 然后那时候我就问 我就跟李维聊到这件事情 然后他思考一下 他说 可是创作这件事情 它包含的不仅仅是摄影师 一个人 对 model 拍下这样照片就是创作 不一定 他们 他跟我说有时候他们拍时尚类型的照片 拍杂志类型的照片 他其实包含的是很多人的心血 他不只是一个 像画画 你可能就一个人画完就结束了 但比如说像创作摄影类的话 比如说你在拍时尚 OK 那你可能需要装法 你需要福大师 你需要一个人去计划 你需要摄影师 你需要灯光师 你需要很多人去完成一件作品 甚至你有时候拍花 你可能需要花艺师 就是这是所有人一起完成的作品 他是一件 创作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他 并不仅限于是记录 或者是你单纯约一个model出来拍一张照 这就叫做创作 这不一定 好你要说这是创作也可以 但是对我来说创作是 把一些本来不存在的概念 或者是本来不存在的画面 给具象化出来 用摄影的形式去表达 这叫创作 这对我来说 所以我想要讲这件事情就是 我在很多这种课程 或者是在演讲的时候 都会有很多的学生问我问题 问我一些很酷的问题 然后 就是在这样的对谈过程中 我其实我自己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我也能去思考很多东西 因为毕竟 我觉得很多事情 当你 停止思考之后 你就停止进步了 当你停止思考 比如说摄影的意义 摄影至于被摄者 至于观众 至于摄影师本人的意义来说 如果你不去思考这些事情的话 其实 我也不想说没有思想 这是 这是我自己觉得 就是我觉得如果你停止去思考 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的 作品会变得没有灵魂 对这是我自己觉得的 所以 对以上是一些 我去演讲的时候 所感觉到的 所体悟到的一些东西 跟各位分享 对 然后 20分钟 差不多了吧 好 反正最近 身心灵都非常的 哎 身心灵都非常的满足 然后 所有事情都在正确的轨道上面 就除了最近真的有点累 因为事情真的很多 很忙 然后还要顾 顾小狗 就是整个非常非常忙 然后根本没时间健身 哇操 alright 以上是这一次的video podcast 希望各位 嗯 啊 今年都能过一个 今年都过了一个好年 就祝福各位明年 对这个video podcast 结束之后 应该明年再拍了 我们明年再见 Peace